剩下要什麼修法而已 我想想說不要誤會 剩下我們黨團隊 公民品權也沒有什麼意見 甚至中央團員 他們也要面對這個問題 他們公民品權是可以接受的 那那裡的專訪還是民法 我想 立法院這個立法地方有其他的問題 因為社會要有國民通法 有關你的問題 因為有人說你原本是把立法貼文在連書上 後來被撤掉 是不是有壓力嗎 我是顯得 我剛才剛只是民宿民報的報答了一段時間 所以我講得很刺激 中華民運品權也沒有意見 中華談民法的問題 那我看大家這麼對應 我想有不需要 知道 知道這麼對應 通常要來在這個平台上 這樣不用工作 而且有光頭還說就是發動要退一點 所以你才不會覺得沒問題 要怎麼樣都面對 這是民主社會 不是用恐嚇就 你後來回你就不敢聽話 我要罷免你 那這樣的話 大概所有人都你還可以罷免你 這是不利性的社會 那我原則就用立法論如何都不能接受 在說您的意見不能太多講 沒有 是 只是說東西的代表的人 那個民法也是 也有 有民法 永遠來民法也有共同議案 可能也沒有很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認真 所以立法性有明顯 民法法是一種選項 一定也會有人提出來 如果有人提法案就要罷免 那這個社會是這樣 整個罷免的門檻就要下修 所以你已經哪個名字 我們就下修了 請頂下主義 所以你這樣的主張是修到什麼 我們17億 那這個我們黨團 從林議長長期來1993年到現在 我們可以去主張 讓我們去罷免監 那委員的生態是在 這個版本就是17億 那今天就是要處理學爸爸 黃友提罷免你會不會影響到等一下的街上 你想過在政治大門這麼多人是這麼多人 正是不對憂傷害羞 正是本來就是遇到沒有政大 沒有個人要對憂傷害羞